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聚会果笑咋样啊 还可以吧 我看你好像有心事 是不是遇到啥问题了 今天带领说 现在加入教会的新人多 想让我负责接待新人聚会 那我挺好的嘛 是 可一想到搞接待 这也太不起眼了 弟兄怎么知道了会咋看我呀 会不会觉得 我太差劲 只能搞接待啊 我心里就怎么也顺服不下来 我知道自己这个情形不对 可心里总也提不起劲 其实这种情形啊 我之前也有过 那你当时是咋经历认识的 能不能跟我交通交通 可以啊 那是2012年 我在台湾打工的时候 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后来得知啊 我是菲律宾第一批接受神末世 救恩的人 我很激动 觉得自己是有福的人 到了2014年 我回到菲律宾后 就开始传扬全能神的国度福音 不久 就有很多菲律宾人 接受了神的末世做工 我很高兴 同时啊 为自己能传福音而感到自豪 弟兄姊妹也羡慕我 能尽这么重要的本分 又是菲律宾接受神做工最早的人 都说我很幸运 面对弟兄姊妹的羡慕和高看啊 我总有一种优越感 觉得我就应该尽这样重要的本分 一天教会带领告诉我 负责教会事务工作的弟兄 有事外出 安排我暂时接替弟兄的本分 当时我很不高兴 心想 为什么突然让我去做事务工作呢 只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了 那该咋看我呀 我觉得 传福音见证神才是重要的本分 能把很多渴慕神显现的人 带到神的面前 而做事务性工作 不能在见证神方面有成果 也不能被人高看 我很失落 想不通 这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更担心 带领会一直让我做下去 我心里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想法 怎么也顺服不下来 甚至不想让弟兄姊妹知道 我调整本分了 觉得事务工作不起眼 怕被人小瞧 可不是吗 第二天 有弟兄姊妹就问我 听说 你现在做事务工作了 听他们这样说 我觉得很没面子 心里很沮丧 我不想做这个工作 心里就满了抱怨和不顺服 可是我表面上还假装没事 不想让他们看见我的软弱 小瞧我 就回答他们说 这是神的主宰安排 感谢神啊 这话说出去了我才意识到 我虽然道理上知道神住在一切 可当临到实际环境时 我心里根本不承认 我只是嘴上这么说 给人假象 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接受 我总是忍不住想 带领让我做事务工作 是不是安排错了呀 这个工作根本就不适合我 我应该去传福音 怎么让我尽这个本分呢 我越想越消极 就猜疑 肯定是带领认为我不适合传福音 所以给我调整了本分 因着我认为事务工作 只是出力的活 不需要寻求什么真理原则 也不需要生命进入 所以我每天只是按部就班地做事 认为只要不出现大问题就行 一段时间下来 我就觉得很累 也没什么生命进入 就越来越不想做这个工作了 一天 之前和我一起传福音的一个弟兄 给我打电话 说 弟兄 我们想去一个地方 你能开车送我们一下吗 听到这话 我心里很难受 也很尴尬 心想 也许在弟兄心里 我做事务工作 只是个出力跑腿的 没什么地位 他肯定会小瞧我 我很痛苦 也很消极 尽本分更没劲了 那段时间 我虽然外表上尽着本分 但心里却是翻江倒海的 常常猜想 弟兄姊妹会怎么看我 甚至 我不想读神的话 也不想参加聚会 道理上我也知道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我都应该尽好收到职务的本分 可就是走不出这种消极被动的情形 渐渐地 我感受不到圣灵做工了 尽本分 就像在市场工作一样 每天只是忙碌着 等待着一天快点过去 我心里 很黑暗 也很痛苦 聚会交通 也没有圣灵的开启 心里啊 总是空牢牢的 我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知道自己的情形不对 可我还是很在意 弟兄姊妹会怎么看我 愿意开启带领我 我愿意反省自己的败坏 从心里接受这个本分 阿们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衡量人能不能顺服神 关键看 人对神有没有奢侈欲望 有没有别样的存心 如果人对神总有要求 就证明人对神没有顺服 无论临到什么事 如果你不会从神领受 不会寻求真理 总讲自己的理 总觉得自己才是正确的 甚至还能怀疑神是真理 是公义 这就麻烦了 这样的人是最狂妄 最背逆神的人 对神总有要求的人 不可能真实顺服神 你有要求 就证明你是在跟神搞交易 你是在选择自己的意思 是在按自己的意思去做 这就是背叛 没有顺服 人里面没有真实的信心 没有实质的信 永远得不到神的称许 什么时候 人对神的要求少了 那人真实信心的成分就多了 顺服的成分也就多了 人的理智也比较正常了 阿们 神的话 解释了我内心的败坏 回想 我接受神默示做工时 就向神祷告 说 不管神安排摆布什么环境 神让我遇到难处 或是经历大的试炼 我都会接受顺服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要跟随神 可现实环境真临到了 我却顺服不下来了 才看到 我说的要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只是在说嘴啊 教会安排我传福音的时候呢 我认为这个本分重要 弟兄姊妹也都夸赞高看 就很喜欢这个本分 所以尽本分啊 就很用心 也很努力 可当带领 安排我做事务工作时呢 我觉得 自己从被众人高看的 传福音人员 瞬间变成了 无人问津的 劳力工作者 就觉得很丢脸 认为 弟兄姊妹 不会再像以往那样 高看我了 心里啊 就不愿意接受这个本分 甚至 还认为是带领安排错了 我把自己的脸面地位 看得太重了 对待本分 尽凭喜好 挑挑挑挑挑 就愿意进那些 能露脸 被人高看的本分 不愿意进 不起眼的本分 当给我安排的本分 露不了脸 得不到人的高看时 我心里 就满了抵触 埋怨 总是顺服不下来 以至于 失去圣灵做工 活在了黑暗中 从神的话中 我认识到 要想成为一个 真实顺服神的人 不仅要顺服 合我意的环境 对不合我意的环境 更要顺服 即使丢了脸面 得不到人的高看 我都该接受顺服 一次聚会时 我敞开心 交通了自己的情形 弟兄姊妹 给我发了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撒旦是用什么把人 牢牢地控制住的呢 撒旦用明和力 来控制人的思想 让人的思想 只想着明和力 为明天的目标 为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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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辱负重 为明日 牺牲自己的一切 为明日 做出任何的判断 或者决定 这样 撒旦就给人戴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 这个枷锁戴在人身上 人没有能力去挣脱 也没有勇气去挣脱 不知不觉的 人在戴着枷锁的情况下 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 为着这个名和利 人类就远离神 背叛神 就变得越来越邪恶 就这样 一代又一代的人 被毁在了撒旦的名和利当中 那现在看 撒旦这样做 他的险恶用心可不可恨 也可能你们今天 还看不透撒旦的险恶用心 因为你们觉得 如果人离开了名和利 就没有人生了 如果人离开了名和利 就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了 看不到目标了 前途就黑暗了 黯淡无光了 但是慢慢地 有一天你们都会认识到 名和利是撒旦带在人身上的 多么大的一个枷锁 等到那一天 你认识到的时候 你就会彻底反抗撒旦的控制 彻底地反抗撒旦带给你的枷锁 当你想挣脱撒旦所灌输给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与撒旦做一个彻底的决裂 也会真实地恨恶撒旦带给你的这一切 那个时候 人对神才有真正的爱与渴慕 阿们 传摸着神的话 我明白了 我总觉得做事务工作不起眼 有损自己的脸面形象 怎么也顺服不下来 这都是撒旦的苦害 撒旦就是利用名利来控制人心 让人都为名利争夺 为名利牺牲自己的一切 我也在不知不觉中 被撒旦迷惑败坏 我觉得小时候 父母就教导我 要做一个有地位的被人高看的人 所以从小 我就有了出人头地 做人上人这样的追求观点 再加上社会媒体 也都推崇这个观点 我也看到 一些有名的 地位高的人 享受的待遇比一般人高 所以我就立志 一定要出人头地 被众人高看 接受神的末世做工以后 我还是凭着这个思想观点活着 错谱地认为 传福音工作重要 能得到别人的尊重高看 而做事务工作 没人高看 我把本分分成了三六九等 哪个本分能让我出人头地 我就愿意尽哪个本分 当教会带领 根据工作需要 安排我做事务工作时 我觉得 自己追求被人高看的 野心欲望破灭了 就消极退后 甚至 连基本分的劲都没了 看到 我处处考虑的 都是自己的脸面地位 一点都不寻求神的心意 不考虑教会工作的需要 真是太自私卑鄙了 这是我才看到 我想继续传福音 并不是为了体贴神的心意 而是把传福音 当成了我得到众人高看的跳板 只想借着尽这个本分 来炫耀自己让人高看 以此获得自己想要的名和利 我想到有些弟兄姊妹 在世上有名望 有地位 他们就能放下名利地位 不管在教会尽什么本分 不管尽的本分 起不起眼 都能接受顺服 相比之下 我感到很蒙羞 我心里没有神的地位 对神连基本的顺服都没有 这是我认识到 追求名利地位太没理智了 如果再这样追求下去 就不可能明白真理得着真理 早晚都得被淘汰 是啊 你这么叫通我也明白些了 带领安排我接待新人聚会 我消极抵触顺服不下来 主要还是我的追求观点不对 总追求名利地位 追求风光露脸 并不是为了尽上自己的责任 和本分 是 那后来你是怎么寻求真理解决的 后来啊 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神说 如果在每天的光阴中 你所思所想的 都与如何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 如何实行真理 如何明白真理原则这些有关 那你就能学会根据神话 用真理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样你就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了 就有生命进入了 跟随神就没有大的难处了 就逐渐进入真理实际了 如果你心里还是注重名誉地位 还是注重显露自己 让人高看 那你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 你走的路就错了 你追求的不是真理 也不是生命 而是自己喜爱的东西 是名利地位 这样你所做的一切 都与真理无关 都属于作恶 这就属于效力了 如果你心里喜爱真理 总往真理上够 追求性情变化 能够达到真实顺服神 能够敬畏神远离恶 做每件事的时候 都有约束 都能接受神的检查 这样你的情形 就会越来越好 这是活在神面前的人 喜爱真理的人 凡是寻求真理 凡醒认识自己 注重实行真理 心里总存着 顺服神的心 敬畏神的心 如果对神产生观念 误解 就赶紧祷告神 寻求真理解决 注重把自己的本分尽好 达到满足神的心意 能够往真理上够 追求认识神 达到有敬畏神的心 远离一切的恶行 这就是常常活在 神面前的人了 阿们 读了神的话我认识到 要想走上信神的正轨 追求真理达到性情变化 必须改变错误的追求观点 不管尽的本分 能不能出头露脸 能否得到别人的高看 都应该接受顺服 并且尽上忠心 这是对待本分 该有的态度 也是受造之物 该有的理智 是 如果我尽本分 不追求真理 不能顺服神 只是为了追求名利地位 得到弟兄姊妹的高看 这就意味着 我走的是抵挡神的路 如果一直不悔改 最终肯定被神厌弃淘汰 信神尽本分 应该注重寻求真理 实行真理 能放下自己的野心欲望 按神的要求做事 这才是对神有顺服的人 这样追求 败坏性情才能有变化 是 明白了这些 我有了方向 从心里愿意接受这个本分 不管能不能得到别人的高看 我都得尽力把本分尽好 后来啊 我又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你们今天能在神家尽上本分 不管尽的本分大小 不管是出力的 还是用脑的 是办外事的 还是办内物的 哪个人尽本分 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这哪是你的选择呀 这都是神带领的 神托付你了 你才有这个感动 才有这个使命感 才有这个责任心 你才能取尽这个本分 你才能取尽这个本分 外邦人中 长相好的 有知识的 有本事的太多了 神看中他们了吗 没有 神没有拣选他们 神就看中你们这般人了 让你们这般人 在神的经营工作中 担任各种角色 尽各种各样的本分 担各种各样的责任 最后神的经营计划 结束了 成就了 这是多荣耀 多荣幸的事啊 所以说 人今天尽本分 受点苦 有点撇弃 花费 有点付出 在世上失去了地位 失去了名利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似乎是神都给剥夺了 但是人得着了 更宝贵的 更有价值的东西 人从神得着什么了 就是借着尽本分 得着真理生命了 你尽好本分 完成神的托付了 你的一生 为你的使命 为神给你的托付而活着 有了美好的见证 你这一辈子 活得有价值 你才是真正的人 为什么说 你是真正的人呢 因为神拣选了你 让你在神的轻盈中 浸上了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是你活着最大的价值 最大的意义 要达到在凡事上 尽上忠心 满足神心意 不是只尽一方面本分就行了 得接受神所给的任何一样托付 无论是合乎你口味的 你兴趣以内的 还是你不喜欢的 你从来没做过 有难度的 你都应该接受 顺服 不但要接受 还要主动地配合 去学习 去经历 去经历 进入 哪怕吃苦 哪怕不露脸 受羞辱 被孤立 也要尽上自己的中心 你得把它当成本分 去经 而不是当成自己的事业 对本分该怎么理解 就是造物主 神教给一个人 所要做的事 人的本分 就是这么产生的 神教给你的托付 这就是你的本分 你按着神的要求 去尽本分 这是天经地义的 你看准了 这是神的托付 这是神的爱 神的祝福 临到你了 你就能以爱神的心 来接受本分 你就能在尽本分上 体贴神的心意 就能为了满足神 而克服所有的难处 真心为神花费的人 绝不能拒绝神的托付 不能拒绝任何的本分 不管神托付什么本分 不管有什么难处 都不应该拒绝 而应该接受过来 这是实行的路 也就是在凡事上 都能实行真理 尽上忠心来满足神 这里的重点在哪儿 在凡事上 凡事就不一定是你喜欢的 也不一定是你擅长的 更不一定是你熟悉的 有时候你不擅长 有时候需要你去学习 有时候有难度 有时候需要受苦 但无论是什么事 只要是神托付给你的 你就应该从神领受 接受过来 把这个本分尽好 达到尽上忠心 满足神心意 这就是实行的路 不管临到什么事 都得寻求真理 确定怎么实行 和神心意 就怎么实行 这么做 才是实行真理 才能进入真理实际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不管什么本分领导 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而是出于神的主宰安排 虽然我不喜欢做事务工作 但这是教会工作的需要 我不能随从自己的喜好 我应该顺服下来 尽心尽力地把这个本分尽好 这样活着才有价值 不白活 阿们 之前我被名利冲昏了头 不认识神的主宰 不能正确对待本分 还把本分分成了三六九等 现在我才明白 本分没有大小高低之分 只是所尽的功用不同 不管是传福音 还是做事务工作 都是教会工作的一部分 我都应该接受顺服 是 神希望我们 不管尽什么本分 都能追求真理 注重生命进入 像我这样 尽本分 只追求被人高看 追求名利地位 这就不是在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了 而是在为自己图谋 是在背逆神 抵挡神 这样 我即使得到了人的高看 神也不称雪 那我所做的 又有什么意义呢 嗯 虽然我觉得 做事务工作不起眼 但借着这样的环境 我能反省认识自己 寻求真理学功课 最终 能放下名利地位 奢侈欲望 学会顺服 这是神在捷径变化我呀 的确是这样啊 其实细想想 我为教会办理事务 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事务 都需要为教会利益考虑 这个时候 就需要寻求真理 按原则办事 那这不正是我实行真理 达到尽好本分 满足神的好机会吗 想到这儿 我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不愿再背逆你了 我愿意顺服你的摆布安排 接受你的检查 以爱你的心 来尽好自己的本分 阿们 祷告后 我内心得到了释放 也有信心尽好本分了 有一次 我和弟兄姊妹配搭 共同完成一项工作 我看到弟兄姊妹尽本分 很用心 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认真地琢磨检查 不让教会利益受损失 回想 我自从做事务工作以来 就没有正确的态度 带领安排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也不琢磨 怎么能把本分尽好 我这样尽本分 太让神伤心眼泽了 之后再尽本分时 我不再为自己 能不能得到别人的高看 而担忧 而是为教会利益着想 用心求真的做 这么实行 我心里很踏实 也不觉得累了 在经历中 我收获了很多 也明白了 神把我放在一个 不合我意的环境里 是为了让我反省 认识自己 追求名誉地位的道路 是错误的 拯救我脱离名利地位的 捆绑辖制 带领我走上 追求真理的路 这都是神对我的爱 真是这样 我体会到了 神的良苦用心 看到 无论临到什么 不合我观念的事 或本分 都是对我的生命 最有益处的 我不能再背你神了 我要做一个 顺服神的人 脚踏实地地 尽好自己的本分 阿们 没过多久 弟兄外出回来了 这时 带领让我和弟兄配搭 继续负事务工作 得着这个消息 我想 这次 我不能再凭喜好 对待本分了 我要接受 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我知道 这是神给了我一次 操练的机会 让我在不同的本分上操练 实行进入神的话 是 有了之前的经历 这次我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 不再小看自己的本分 也不再为得不到别人的高看而难过 而是踏踏实实地 尽自己的本分 追求满足神的心意 挺好 后来 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 我来读吧 好 这段 神说 凡是尽本分的人 不管明白真理深浅 要进入真理实际 最简单的实行法就是 处处为神家利益着想 放下自己的私欲 放下个人的存心 动机 与脸面 地位 把神家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这是起码应该做到的 如果一个尽本分的人 连这点都做不到 那还谈什么尽本分 这就不是尽本分了 你应该先考虑 神家的利益 体贴神的心意 考虑教会的工作 把这些放在第一位 其次 在想自己的地位站没站稳 别人怎么看自己 分两步走 这样折中一下 你们是不是 就感觉容易一些了 这样实行一段时间 你就觉得 达到满足神 不是一件难事 另外 你能尽上自己的责任 尽上自己的义务与本分 放下私欲 放下自己的存心 动机 体贴神的心意 把神家的利益 把教会的工作 把自己该尽的本分 放在第一位 这样经历一段时间 你就觉得 这样做人好 活得光明磊落 不是卑鄙小人 活得不是窝囊 龌龊 卑鄙 而是光明正大 这是人该活出的形象 是人该做的 慢慢的 你心里满足 有个人利益的欲望 就越来越小了 阿们 阿们 读了神的话 我心里更亮堂了 尽本分 接受神的检查 放下自己的欲望 存心和动机 献上自己的真心 做事 为教会利益考虑 把自己该做的 都尽心尽力地做好 这才是尽到了 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样做人光明磊落 也是人该具备的人性理智 当我这么实情的时候 我心里感觉很踏实 也很平安 现在我做事务工作 感觉挺好的 也有了一些收获 我深知 如果没有事实的显明 没有神话语的审判皆是 我无法认识自己的败坏 也看不到追求真理的重要 是 经历过来我也认识到 无论进哪方面本分 都是神的主宰安排 也是我生命尽入的需要 我都应该接受顺服 尽心尽意地 尽好自己的本分 在尽本分中追求真理 成为一个真实顺服神的人 得着神的称雪 感谢神 你这个经历啊 对我挺有帮助的 我也得放下自己的想法 顺服神的外部安排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